裡面都有可以用VBA 為什麼這沒有啊 就會覺得好像有遺憾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說你要學會一個地方 就是說 VBA 裡面沒有三米不類似的函數 但是 ESALE 裡面有 所以我們可以學會一個就是說 以後 VBA 裡面沒有的函數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去抓 ESALE 的函數 拿來 VBA 裡面用 OK 當然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的話就可以讓 VBA 它的功能更加的延伸 更加的強大 也就是 VBA 跟 ESALE 裡面 其實他們之間就互相沒有 他們沒有隔閡了 兩邊都可以用 可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 我們在 VBA 開發人員 那我在 VBA 裡面一樣拿什麼呢 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其實可以 怎麼改 一 把這個宜蘭這一段把它複製 苗栗宜蘭這個複製 然後呢 一樣喔 記得就是在 我們的這個是 009 這邊 009 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 就是在自己家裡面插模組 你不要放到別人家去 那名稱的話不要叫苗栗宜蘭總 叫什麼 叫這個好了 前後三名公知 總系 這個第一個 所以一樣呢 我們拿來參考啦 只是說程式 當然接下來就是一樣是家總 所以一樣會有個上 然後呢 4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 所以第二列到最下面 也OK了 再來的話 邏輯 if什麼呢 如果 如果什麼條件呢 不過我們不是要 對 我們是條件 條件是 如果他的工資是 大於等於第三的 大於等於第三的 那我就怎麼樣 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值給加起來 所以我要判斷什麼 如果 哪一欄呢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B欄 OK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可以把這個 A改成B 那不用LEPS 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不是用LEPS 那所以把LEPS拿掉 開頭這個拿掉 然後B欄的這個東西拿掉 可是問題來了 我的條件什麼呢 條件是 這個if B欄裡面 它的條件 要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然後什麼呢 第三的 所以我要怎麼知道剛好第三 特別重要 LARGE 所以呢 因為在那個VBA裡面 沒有LARGE這個函數 所以如果我要引用它的話 所以我可以怎麼寫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在VBA裡面 引用 什麼呢 引用那個 我們的 這個eSale裡面的函數的話 那你要記得 因為 eSale裡面 它本身最大的物件叫 Appl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個 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它裡面的函數的話 你就點一下 點 不過特別注意哦 建議哦 一定要點 用選的 W 打一個W 它叫Volkshoot Function 蠻長的 所以打一個WO 記得哦 如果說你前面 Application字沒有拼錯的話 點下去這個清單會出現 但是如果你 Application打錯字的話 你這個清單不會出現 那表示說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你的拼字 然後記得哦 裡面有 打一個WO之後呢 會出現有一個 Workshoot Function 指的就是說呢 我們eSale裡面 所有的那些函數 所以我就用 Application點Workshoot Function 找到什麼呢 找到點 假設我要那個Large 你會發現打一個L 這個時候會出現Large 那實際上 Workshoot Function點下去後面 這個等同是你在哪裡呢 在插入函數裡面 是類似的作用哦 只是說呢 你插入函數是在 Exale裡面幫你帶出那些函數 那這個地方 Workshoot Function點 指在VBA裡面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以找到Large 所以打一個點 如果點下去 它會打一個L就可以了 它會出現Large 那Large的話呢 如果我要找到那個 那個最大的 所以一樣 錢刮鬍 它會一樣會問你兩個問題 所以你就把兩個問題給它就可以 它第一個問題說 那你給我範圍 那所以之前我們用選的嘛 不過在這裡 你不能用選的啦 你便要自己打 要告訴它範圍 那範圍的話 在VBA裡面叫什麼呢 範圍就是Range 對不對 所以你就用Range 刮鬍 然後告訴它說呢 請你幫我在那個 B2到B10 裡面呢 找到排第三個那個 所以Range 這邊的話後面就是 B2 冒號 B10 OK 敘述的方法是這樣 然後後雙引號給它 然後後刮鬍 有沒有 就是 這邊 這個範圍裡面 啊鬥點 排第三個幫我找到 第三個 然後記得後刮鬍一下 對 Lange 後刮鬍指的是 Lange的這個刮鬍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幫我找到什麼 排 如果 排第三個那個 幫我找到的話 這邊的話就這樣 OK 剛剛的程式 特別是這邊把它打完 不過因為 剛剛好像那個 輸入關係 這鍵盤 把後面的東西拿掉 我把它back一下 把這裡 記得喔 就是這邊喔 OK 打一個Large 然後後面就是刮鬍 然後Range Range 然後B2 冒號 B2 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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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然後後面鬥點 第三嘛 後刮鬍 這個鍵盤有點問題 好 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幫我找到那個第三的 那貨的話就是把它拿掉 這個先拿掉 我就先串一個Range Range OK 好 目前的話呢 它就怎麼樣 幫我找到第三的 大於等於第三的 那意思是前三名的喔 幫我怎麼樣 累加 啊累加的話 剛好累加的東西在B欄 所以這邊不用改 做完之後的話輸出到哪裡呢 一樣D2 所以現在直接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前三名的找到了 那後三名怎麼做呢 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 所以呢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這個後面再加一個 後有沒有 如果這個是前三的 那我後三的話呢 直接把 這個if 到Range中間這一串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呢 怎麼樣呢 在這個中間 空一格 用偶爾就可以了 或者是 再把它貼上 那改一個地方 改什麼呢 把大於等於改成什麼 小於等於 然後後面的話呢 把Large改成什麼呢 改成small就可以了 其實改法跟剛剛的 其實還蠻像的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不過 因為後面 application.workshare方言 實在太隱藏了 所以 我把字稍微縮小一下 因為 這個要顧慮到那個 字 太大了 我乾脆這邊 底線 底線 然後再加上那個 Enter好了 把它這樣子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在講義裡面沒有 所以 可能要自己稍微把它 補充一下 寫在那個講義裡面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 那個 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Large 這個有些地方 你不用 要背的可能是 那個application 這個可能要記 點下去呢 你用選的 打一個 WO 它就自動出來了 然後呢 點 Large也會出現 範圍呢 就是用range 豆點3 意思就是說呢 我 B欄的資料呢 如果是大於等於 它排第三的 或者是呢 它的資料 小於等於small 倒數第三的 再幫我累加 累加完就輸出 所以其實 這個做法 基本上就拿 剛剛的那個程式來修改 最大的那個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如何調用 特別是 VBA去調用 Excel的 函數 OK 這一招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如果你學會的話 那VBA的函數 本來就150幾個 你就可以再把 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全部拿來用 不過我是覺得 它的缺點是 那個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在打太長了 光這些東西 不過其實也還好啦 如果你記起來的話 我覺得 嗯 倒也沒那麼複雜 使用的方式 就跟在那個 Excel裡面 差異性不大 只是說把它轉成 VBA裡面的邏輯 OK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009這一部分 又再增加那個 VBA的這個進去 所以以後 把上面這邊 把上面這邊 再增加一個變數 叫R R的 R等於什麼呢 R等於這個東西 就是把這個 向下追蹤的 先怎麼樣 先放到這邊來 那它一定是 抓到10 10先放在 R裡面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2 R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R呢 一樣可以把它放給 這個10 不過特別注意哦 因為它是自串的尾端 所以不用串兩邊 只要串一邊就好了 不過 對對對 不過有些同學 因為以前都習慣用 用那個串兩邊 串一邊好像不習慣 串一邊我教各位 第一個 把10刪掉 第二個移到雙引號的外面 空一格 AND R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懂吧 串一邊就好了 不過我發現 串一邊好像同學就不習慣 一定要串兩邊 因為之前我們都串兩邊 突然只有串一邊 就覺得 不過應該可以看懂吧 以後串一邊就好了 就是只要是逢10 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改成串一邊 AND R 這樣子的話呢 以後如果你資料增加 或減少 也會 所以範圍也會跟著跑動 有沒有 這樣子這種方式也蠻重要的 因為這同學問到 一個還蠻 蠻重要的一點 OK 有沒有可以理解啦 只是說 理解 跟 會用的出來 還有用的很熟 可能又是不同階段 那你要達到那個 又用的很熟 這可能真的是 蠻需要一點時間的 需要多久呢 其實我 以前學習你們的學長節來看 其實真的 大概需要時間 可能一年而已啦 還有天分啦 花了時間 像有些人很認真 每天都在想VBA程是怎麼寫 每天都一直在想 連做夢的時候都在想 我發現真的很厲害 他一起結束 他的那個進步的幅度 是真的完全可以看 看得到的差異 他每天都在想 每天他說 老實說每天都在想 我連睡覺的時間都在想 想知道這怎麼寫 果真喔 他後來真的可以把這用的非常好 在工作裡面 就真的可以把很多地方 一鍵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一個早上的事情 他說按個按鍵 他後來發現他每天都很閒 每天都可以很愜意 那下一個階段他在想說 他這個工作好像已經沒辦法 滿足他的那個工作的成就感 所以他就會想說 有沒有更好的機會啦 OK 所以這也是好事嘛 因為他覺得每天 不能裝忙 不能裝很久 也是 所以盡量就是什麼 他也許在想說 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那這個當然也是正向 就是你透過工具 可以自動幫你做完很多事情 這也是未來AI人工智慧的一環 所有東西通通都自動幫你完成 就好像很多助手 助理全部幫你處理完畢 就像那個COG孫悟空七十二遍 或分身一堆 馬上可以變出很多分身 自動幫你完成很多事情 好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個前後 這個部分我是沒有做註解 不過如果註解可能自己再寫一下 因為我在那個 那個什麼 我的講義裡面 都有加綠色的字 單引號開頭都是註解 所以如果有些地方你想要怎麼樣呢 加個註解 讓程式你以後回頭看 比較看得懂的話 你只要在程式的上面一行 加一個單引號開頭的話 那就比較可以回頭看也比較看得懂 這個是註解 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要怎麼寫都沒有關係 有點像你可以把一個筆記寫在上面 有沒有 如果你寫成單引號開頭的話 那它就變綠色字 綠色字的話就是程式不會被執行 OK 那試一下 就是